女儿一边捂着鼻子一边对老李说 爸,您怎么老放屁啊 这半天放了二三十个了 要不咱挂个号去县医院看看去 周日下午 女儿和老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一集电视剧还没演完 老李的屁一会儿一个 可把女儿熏得够呛 这你就不懂了吧 屁乃无骨杂粮之气 这屁越多就预示着身体排毒越多 人的身体就越健康 老李毫不在意地回答道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很 这可把女儿纳闷坏了 在他的印象里 屁多一直是肠胃生病的信号 怎么到了老李这儿就成排毒了呢 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他赶紧咨询了一下县医院的医生 医生告诉他 放屁可不是排毒 是人体的一种自然生理现象 屁多屁少都预示着身体出现了问题 需要格外重视 之后 他又给老李女儿详细解释了一下其中的机理 人为什么会放屁 放屁预示着人体在排毒吗 放屁虽然让人难为情 但是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肠子蠕动时 就会形成气体从肛门排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屁 那么 屁从何而来 一方面是来自于外界的空气 喉咽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的交汇处 在咀嚼吞咽时 喉中的慧咽软骨会关闭喉口 防止食物进入喉腔 所以在进食时若不慎吞入空气 这些空气不会像往常一样进入呼吸道 而是会随着食物进入消化道 另一方面 肠道内分解食物残渣也会产生气体 大多数食物会在小肠内被吸收消化 未被消化的食物残渣则会进入大肠 大肠内细菌会发酵和分解这些食物残渣 从而产生气体 气体在肠道内累积并形成一定的气压后 就会被排挤出体外 一个屁也就此诞生 由于肛门阔约肌的作用 有时还会产生响声 所以说放屁是肠道运行正常的一种表现 是人体的自然现象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臭屁不响 想屁不臭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想屁不臭是因为在我们进食的过程中 那些随着食物一并吞入消化道的气体量大且无味 若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 形成的屁自然又响又不臭 而臭屁不想是因为经过肠道细菌发酵 形成的气体量小不足以振的地洞山摇 但又很难闻 所以就会形成极臭的闷屁 但臭屁不想 想屁不臭这种说法并不绝对 若饮食不科学 摄入高蛋白食物过量 或者便秘等 也会放出很响的臭屁 另外 很多人都认为放屁是在排毒 实际上 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放屁可以监测人体的健康状况 与日常的饮食和胃肠道功能有着密切联系 一般来说 一个人每天放屁大约6到20次 每天释放的废气在500毫升左右 若屁过少 屁过多或屁过臭 都预示身体可能出现问题 放屁都是为什么 当心这些问题 从中医角度讲 放屁又叫使气 可鉴于 伤寒论 便洋洋病脉症病治 放屁虽正常 但终究是难登大雅之堂 尤其是公共场合 若总是屁意不断 想偷偷放怕别人发现 总憋又不是个长久之计 那还真的是挺尴尬的 不少人都有放屁多的困扰 那放屁多又该怎么解决呢 医生盘点了以下六个原因 赶紧看看你有没有 这不仅体现着个人的道德修养 还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倘若我们边吃饭边说话 又或者吃饭时狼吞虎咽 不仅会给食物的美味大打折扣 还会使大量空气进入消化道 从而导致频繁放屁 二 摄入过多亿产生P的食物 吃什么东西就放什么P 我们都知道吃豆子放P多 这是因为豆类含有大量低聚糖 但小肠内没有可以分解它们的酶 所以会进入大肠 经细菌分解发酵后产生大量气体 除此之外 红薯 地瓜 芋头等淀粉类食物 也容易产气 若食用过多也会扑扑扑放得不停 三 菌群失调 大肠中的PH和温度适宜细菌繁殖 所以这里寄居着种类繁多的细菌 有的有益于人体健康 有的损害人体健康 它们在肠道内相互制约 维持着一种生态平衡 若饮食习惯不佳 或长期服用抗生素等药物 就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 从而发酵产生过多气体 导致放屁过多 四 胃动力不足 肠胃运动在整个消化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用 若患有肠胃炎 大肠炎等肠道疾病 又或者运动量少 服用某些药物 就会导致胃动力不足 各种消化液与食谜 不能充分混合 食物不能被充分消化吸收 在胃肠中堆积 发酵 最终就会产生大量难闻的气体 五 变密 很多人在变密时就会放屁多 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大便在体内积存时间过长时 粪便中的水分就会被肠道重新吸收 大便就会变得更加干洁 肠胃道的细菌会将这些内容物过度发酵 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并排出体外 从而导致便密且放屁多 六 激素分泌改变 人到中年 各种疾病就找上了门 对于女性来说 更年期综合征是难以避免的 除了心悸失眠 情绪失控等症状 更年期还会导致体内激素分泌紊乱 胃肠道功能异常 从而导致排气量增加 有时还会伴有负胀 负痛等 除了以上几种原因 弱屁多 伴随排便不静 大便代血等异常情况 建议去正规医院的消化科就诊 同时 还要提醒大家 屁多固然令人尴尬 但没屁放绝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屁少省心 能避免很多的麻烦事 但若长时间不放屁 会比放屁多问题更不健康 在外科手术后 医生和患者都会殷切地期盼着 屁的到来 尤其是腹部手术 这是因为手术的刺激和麻醉 会抑制胃肠道的功能 若在手术后放了屁 就说明胃肠道的功能 开始逐渐恢复 是好现象 新生若是不放屁 我们要考虑一种 宝宝因胎而发育不全 而无钢的新生缺陷病 医学上成为肛门闭锁 大人若是没屁放 且伴有胀气 便秘 这时候就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排查肠羹组 肠道异常堵塞等疾病 医生之招 这样做 合理减少放屁量 屁是身体健康的情余表 多也不好 少也不行 那怎样才能放出健康的屁呢 不用担心 现在教你几招 首先 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吃饭时不宜过快 要让唾液和食物尽可能地接触 避免将空气吞入胃肠道 在饮食的选择上 要注意均衡饮食 减少碳酸饮料 和高产气食物的摄入量 如高淀粉类食物 豆制品 以及洋葱 萝卜等 多吃些易消化吸收 和产气少的食物 如西红柿 香蕉 苹果 山药 燕麦 南瓜等 除此之外 适当进行体育运动 对有效减少放屁量 也非常重要 每天抽出点时间做做运动 比如慢跑 打球 游泳 太极等 不仅可以增强自己的体质 还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消化 进而减少排气量 与此同时 还要注意胃部的保暖 胃吸暖恶寒 若贪凉 饮冷 寒气清洗胃部 就会导致消化不良 肠道均群紊乱 从而使得排气量增多 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我们要注意保暖 不要摄入生冷食品 必要时 可将暖宝宝贴在腹部 缓解屁多的症状 最后 多喝水 定时排便 也非常重要 1500毫升 至1700毫升 是一个成年人 一天的正常饮水量 多喝水 可以滋润肠道 促进肠胃的蠕动 有利于缓解便秘现象 减少排气量 除了以上这几点 放屁频繁的原因还有很多 若调节饮食和生活方式后 放屁多的症状 仍未得到好转 那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查明原因后 对症治疗